鲁鱼到底怎么蒸才能做到肉质鲜嫩吃起来没有一点腥味呢今天教你个诀窍 记住三放和两不放做出来比饭店的还好吃先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段一块生姜切片后再切成姜丝准备少半碗的清水 把葱姜丝放进去用手抓捏抓捏出葱姜汁再准备一条鲈鱼鱼鱼已经处理干净了把葱姜和汁水全部倒进去 把鱼的每个部位都涂上葱姜水刚说的三放就是葱姜和清水还有两不放就是不要放盐和料酒放盐会使鱼肉变柴放料酒的话会遮盖鱼的鲜味涂抹均匀后放旁边腌制十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只将有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腌好后把鱼切一下切成小块切好之后这样摆入盘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已经调制好的剁椒王酱均匀的葡萄鱼身上加入一点生抽然后放到蒸壁上面锅里水开之后盖盖蒸熟大概蒸十分钟左右根据鱼的大小蒸的时间各不相同已经蒸熟了打开看一下哇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再撒上一点葱花美味即成用这个方法蒸出来的鲁鱼鱼肉非常的鲜嫩吃起来没有香味关键是真的太下饭了请问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